不容易 結果他就這樣 他又穿那種緊身的 就你看看 然後那姐夫就這樣 好 就像笑成哥 有這種很尷尬的那種表面這樣 好 結果他說 什麼好 姐夫 你幫我摸摸看這邊 你不覺得這裡有點皺皺的嗎 那小米也真的很好 姐夫一摸 手都觸電了 但是不能背叛老婆 所以悶在心裡 好啦 就後來晚上 他們就去接老婆下班 對不對 接老婆下班回 下午沒有發生事情就對了 都沒有 完全怎麼還那麼快 所以你看證人君子 然後他就接老婆回來 然後接老婆回來下班之後 他們就吃宵夜的 小米就說 阿姊啊 不過這樣啦 今天也晚了 我今天就住這好了 那明天 姐夫送你去上班 再回來接我 因為他連休兩天 我要去哪裡哪裡 不會那麼小氣吧 姐夫借用一下OK吧 阿姊說OK OK 好啦他們就共處一室 然後第二天 送老婆去上班 再回來 回來的時候 對不起 小米已經全身裸碎 在床上了 然後就走過來說 姐夫 我當初一看到你 就喜歡你了 你以為我為什麼要幫你 什麼這樣這樣幹嘛 其實是我喜歡你 然後就天雷公洞地火 什麼忠貞啊 什麼憨厚啊 全部放一邊了 就上床了 好 第三天 好 他們又 可是這個小米 所以她也變 她是真的有喜歡人家 才發生關係 其實這個我不曉得 真的是 我覺得小米有情有益 你看 她為了自己就講 為了 為了 突然爆他爆了 什麼叫 怎麼可能 有精采的來了 今天第三天是禮拜六 大家都不用 他們那天都不用上班 就一起去吃飯 小米突然開口 傑夫 姐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傑夫 我老實跟你說 今天這兩天 我對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姐叫我這麼做的 她叫我來勾引你 但是姐 我告訴你 這傑夫真是沒話講 絲毫不動心 你叫我考驗她 我給她一百分合格 好可怕的女人 講完畢之後 我就跟你講 結果讓你們意想不到 結果呢 那男的應該滿身冷汗了吧 是 就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那個姐姐呢 那姐姐喔 還很欣慰的說 我就知道嘛 我們家這個 好慘這個姐姐 我們家這個老胡 我們家這個老胡 量她也沒這個膽 有情有意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被騙了 後來呢 老胡跟小米 如果我沒有掌握錯誤的話 現在應該都還在一起 然後大老婆還蒙在鼓裡 哇 好高招喔 然後這個小米呢 還自己上網爆料 說偷人夫 然後什麼詞有點限制極啊 反正就是有快感之類的這樣子 我的天啊 真的好辛辣喔 這樣好恐怖喔 很恐怖啊 所以在座有老公的 不要亂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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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好了 再來我們聽校成哥這個故事 也是很扯啦 怎麼樣 連鐵門都不放過 把鐵門也都給偷走了 是不是 這是怎麼回事 我常勸人家講 路上的流浪狗 你可以拿來撿 為什麼 因為可以撿回來 因為 至少狗是中心的 對 但路上的流浪漢 不要隨便亂搜 搜了會出事情 像這個就是前陣子 發生在基隆油 發生一個 就是一個難的 因為他的鄰居的一個小孩 然後被他哥哥打 為什麼被打 因為本來這個鄰居就 對小孩就是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好吃難度 不過正夜 他說被他哥哥打 打了之後就趕出家門 就到外面去 然後就變成流浪漢 就變街友了這樣 那這個 住在基隆這個男的 就有一天 是經過路邊 就這樣就看到這個 鄰居的小孩 居然流落街頭 然後起石這樣 他覺得蠻可憐的 而且又相似這樣 所以我還是講就是說 路邊流浪漢不要隨便亂搜 這樣 然後他就把他搜回家 本來想說OK 就是幫忙照顧一下 隔壁鄰居小孩 沒什麼問題這樣 沒有想到居然怎麼樣 就是 他收了這個小孩之後 家裡面就說 因為他白天要出去開計程車 要工作 他說說 那你就在家裡面 要去哪裡就去哪裡這樣子 然後反正不要亂跑 然後還每天就給他一百塊錢 然後就說 你又要養 你去外面的麵包 不去吃一下麵包就回來就好了 沒想到之後 結果他就出去工作 工作那一天 有一天就回來 一回來一看 好一回來發生什麼事情呢 稍後孝辰哥回來再跟我們補充 另外我們回來還會看到一個很殘忍的鄰居 竟然對他的鄰居 他是有重度智障的一個婦人 不斷強姦他 結果生下了小孩 大家都不知道 後來發現這個小孩怎麼長得不像爸爸 像鄰居呢 我們稍後回來 好 孝辰哥你剛剛聊到 結果他出了遠門回來之後發現了 他是這個好心收容鄰居小孩的這個男子 後來他就回到家 他就因為忙了一天嘛 然後就回到家的時候 一開始要走到他家門 一看發覺他就開始往後走 為什麼他覺得 我是不是走錯了那個房子 就不是他家這樣 全搬空了這樣 不是 重點是 既然他原本有一個很漂亮的鐵門 這鐵門不見 鐵門被拆下來了 然後有個鐵窗 鐵窗也不見 然後你們家裡面 所有貴重的東西 通通被 通通不見 他一想他一開始走錯 走錯了到人家家裡面去 就灑掉了 後來沒多久才發現到 原來就是鄰居小孩 他好心收了那個小孩 就把他們家給搬空了 搬空也就算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鐵門比較值錢吧 最近那個金屬比較貴 他就把那個鐵門鐵窗也給拆了 然後拿去編賣掉了這樣 就氣到一個 現在這個快不行 快崩潰了 有抓到人嗎 後來只有警察應該是有抓到 因為他也跑不到哪邊去 所以還是奉勸那句話 路邊的流浪狗可以見 但是路邊的流浪漢不要隨便亂搜 有 麻煩了 好啦 再來聊到我們說藝人這一塊 對 阿龐 大家應該也很熟悉 他很搞笑 阿龐的女朋友被好朋友給搶走 對啊 可是後來其實這個新聞應該是這樣講 通常人家講說朋友妻不可惜對不對 因為這是最大的禁忌 尤其比方說我們這個 你一個人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群 那你這樣做了之後 你可能這群朋友你都得罪了 那現在講說其實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怎麼樣呢 我們知道林心如 其實他這幾年在內地非常非常的紅 可是後來大概在去年 然後他出了一張專輯 然後他就特別回台灣 然後做專輯的宣傳 然後在宣傳的過程當中 有一次他上了康熙 然後最主要是要什麼 就大家朋友嘛 互相爆料大會就是互求這樣子 就那一集 零心如就特別找了他的好朋友 包括了什麼 阿龐 然後姚元浩 還有王以路 就是兩男兩女 然後就一起來大家聊天這樣子 他就聊著聊著 後來這個我們知道小S 他就很會問問題 他說阿龐阿龐 你最近有沒有女朋友啊這樣子 結果阿龐就有點尷尬你知道嗎 一下子其實當下他自己都還來不及回答 那林心如幫他回答了 很妙吧 你知道嗎 後來第二天上了頭條 他說 他之前那個女朋友啊 就是跟我一樣呢 也叫林心如啊你知道嗎 可是呢 林心如非比林心如啊 因為呢 他講的是模特兒界 那個很妙亮身材很棒 很妖嬌的林心如 這毛頭界 其實也是真的很有 很有這個就是前途的那一個 後來他一講大家就 真的喔 你真的跟林心如在一起過 可是接下來更可怕的是 這個王以路 我剛剛不是提到 他有在現場嗎 他就講 他補了一句是嗎 對他就補了一槍 他就說 沒有 可是現在跟藍正榮在一起 然後他就說 那到底現在是怎麼回事這樣子 後來呢 王以路就解釋說 其實本來呢 其實阿龐 就是這個 阿龐是跟林心如在一起的 可是 藍正榮可以搶了 可是你看 這樣是不是大忌 而且他們四個 其實他們本來是死檔 比方說林心如 演戲的那個林心如 我們的 小燕子的那個林心如 然後再來呢 就是王以路 然後阿龐 然後姚元浩 加上藍正榮 他們是一跳的死長 然後其實吃吃喝喝啊 什麼玩樂 其實大會在一起的 然後呢 就是因為呢 林心如事件 那個model林心如事件之後 他們很自然的喔 就再也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已經沒有交集了 因為小S呢 你知道嗎 他就是那種 有時候就是會適時的 問一個很犀利的問題 他說 那 你們常常一起 那你們現在還會找藍正榮嗎 可是當下就很尷尬對不對 當然啦 可是重點是四個人喔 居然一口同聲喔 就回答說 不會 我們不認識他 那就講我們不認識他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講朋友氣不可惜 尤其是你們是一個team 就是一個團 就死檔的狀態下 這種事情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你說朋友之間也會很尷尬 那我是要聽你還要聽你啊 真的就是這樣 就糟糕了嘛 就是直接就是搶了他的女友這樣子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就等於是意外爆料啦 再來看 這個是可怕的鄰居喔 在雲林縣有一名重度智障的婦人 她被鄰居給性侵之後 她生下了女兒 結果這女童的阿嬤覺得說 奇怪這孫女怎麼長得不像爸爸呢 是很像隔壁的鄰居 結果這個性侵案才東窗事發 智障婦人嫁給智障先生 可憐的命運從此展開 婆婆北上幫大嫂坐月子 託鄰居照顧 沒有想到竟然引狼入室 這張夫人後來懷孕生下女兒 阿嬤對孫女疼愛有加 沒有想到鄰居卻在背後議論紛紛 指孫女長得不像爸爸 比較像隔壁鄰居 追問之下這才發現問題就出在鄰居照顧 經過DNA比對證實 孫女的生父確實是隔壁鄰居 楊姓男子也坦誠性侵 卻企圖逃避行責 法官認為楊姓男子 明知婦人智障 還嫁以性侵害判刑9年 可憐的阿嬤知道 養了多年的孫女 竟然是隔壁鄰居的 情何以堪 东西新聞許秀鳳 雲林報導 這也是很扯 那我們的左右鄰居 到底還要被和睦相處 你這樣問還沒有問到重點 和睦相處不和睦相處還無所謂 是以後這個女孩子到底爸爸 是哪一個要怎麼叫 那你勢必你的親生父親就是那個鄰居 對不對 那然後呢 你到底是還繼續出來那兒呢 還是你要把孩子還給他呢 可是他這樣禽瘦不如 我覺得女兒還是跟著原來家庭 給他好一點 還好這個阿嬤就是有把這個 醋鼻桃味的這個指指點點給聽進去 一般人我們都會覺得這醋鼻桃味 這樣講話也太那個了吧 說我孫女不像我兒子生的是不是 一般人都會覺得嗤之以鼻 但他真的有聽進去還查了一下 可是我覺得這敗就敗在就是說 怎麼會托鄰居照顧 而出現這樣的惡郎鄰居 但講到托人照顧我這邊也要講一個 各位觀眾有沒有發現說 今天如果一個男的 他要追一個女的 本來還沒有追到 但是在可能什麼樣的情況下 這男的突然就可以擄獲這女的芳心 就是這女的 她可能要搬家 然後呢 這女的可能人生地不熟 你在旁邊照顧她 或者失戀 或者失戀 連續劇都是這樣演的 在找父母 好 我講一個真實故事 中南部北上來打拚 結果台北人生地不熟 沒有房子沒有工作 交通狀況也不熟 但是她有個好姐妹 在台北住了很久 那好姐妹呢 就約了這個未婚夫 跟這個來打拚的這個人 就三個一起吃飯 還交代未婚夫 要好好照顧人家喔 那時候剛好是2008年 金融海嘯的時候 她的未婚夫在電子業做事 休無薪假 被迫休無薪假 所以她說反正妳就放假了 那麼多時間 妳就好好照顧我姐妹淘 就幫她找房子 找到之後還幫她搬家 然後幫她搬家之後 還幫她什麼粉刷 你想像一下 那根本是小兩口甜蜜的日子 結果呢 就這樣弄弄弄弄弄 弄到床上去了 對 弄到床上去之後 她不是沒工作嗎 不是 她的未婚妻還一直交代她說 妳一定要幫我姐妹淘找工作 結果後來無薪假取消 因為後來景氣不是又恢復了嗎 被召回對不對 她就直接把她的這個 危機的姐妹有沒有 就介紹到她們自己公司去做事 剛好那時候不是說 裁員裁太多了嗎 一口氣需要一堆人嗎 同一間公司做事 而且我告訴各位 到現在 跟剛剛我講的故事差不多 到現在她的這個未婚妻 應該都還不知道 都還不知道 對 因為這個事情是 他們那家科技公司 就是有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男的怎麼這麼復興啊 什麼什麼 因為他們都知道 他們是自己出窗入隊 孫伯哥講的這兩個故事 我覺得最可惡的 其實是那個男的 他又繼續就腳踏兩條船 就一直持續這樣 男的本來就都很可惡啊 真的很可惡 男的都很可惡 你不是剛剛講說你們都不會嗎 除了我們三個啊 男就要我認了 聽